可是他说如果你能够文职法华经 又能够修行法华经的话 所得的功德佛制 以佛制来看的话还不得其别 换句话说这功德大道连佛都说不出来了 懂吗 你一定可以看到这法华经多么殊胜 然后接着他又告诉素王华了 若有人文师要玩菩萨本事凭整 刚刚是整部经的功德 对不对 那他又特别跟素王华菩萨说 如果有人光是闻到慈品 那也一样功德无量无边 换句话说慈品是很殊胜的 为什么除了这个然生功佛之外 第二个就是说他里头提到了法华经 他是什么诸经之王 有这样一个重点在 所以他功德无量无边 然后呢 这里头对女人很好 他说如果有女人听闻到这一品的话 而且受词的话 你这一辈子的女生 寿命结束之后不会再寿女生了 在座的诸位女性 就你们知道说 如果你听到了本事评 这等于是保证班 我们现在是如来灭后 所以这个我们如果听闻到法华经 而且如说修行的话 你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但是刚刚提到的后五百岁怎么算 照祖师大德的分判有两个主要的说法 一个是佛灭后的第二个五百年 以释迦牟尼佛来算的话 正法五百年 所以佛灭后的第二个五百年 有人认为是相法的第一个五百年 但是也有人认为是 这边的后五百岁是指相法有两个五百岁 总共一千岁的第二个五百岁 就是相法的后半段 这一般说来 并不会特别说是末法时期 而是针对相法的这个时期来说的 所以不然的话中间就断掉了 从正法之后相法就没得红传了 那这个后五百岁 如果有人还这样子修行的话 那你看就可以命中之后 往生极乐世界 那这样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另外的一种功德福报 对不对 然后佛就富足这个树王华 同样的他对树王华菩萨的父主也分两个 一个是这一品的父主 还有整部经的父主 他这边有特别告诉他 以此要用菩萨本事品主类于乳 但是后面又告诉你 你要以神通之力守护世经 所以他可以视为是单品的给他父主 但是他也交代他整部法华经也重要 所以你要怎么样照顾这一部经 让后世的人 颜伏提众生还可以听闻到这部经典 他这个跟刚刚的功德福报都一样 都有一个是层次的问题 一个是这一品 一个是全经 那这个是他针对树王华菩萨交代了 你看看日月静明德王佛交代给谁 一切众生喜见菩萨 对不对 那世间模拟佛要入灭之前 也交代了很多菩萨 这一品之前已经交代了很多菩萨 对不对 那这一品当中又特别交代树王华菩萨 所以每位佛要入灭之前 都会不断的附主 附主这些大菩萨 继续把经典红传下去的意思 好 那以上呢 这个我们把这个药王菩萨本视频 做了一个介绍 那其中我想重点已经 刚刚已经都分别的提到了 让诸位了解一下说 燃真供养的背后的意义是什么 那我们虽然要这个效法菩萨行 但是我们要怎么样 还是一样老实修行 那我刚刚说了 这个是要有点正量的人 才有办法做到的 所以诸位不要回去 就觉得说来试试看 这样就很危险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看大家 针对这一品 或是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提出来讨论 请 法师我想请问一下 虽然说我们现在不能够燃身共佛 可是现在有两点疑问 想要法师解释一下 那是不是现在 我们汉传佛教的法师受戒的时候 也要燃这个 以前是九个六个 现在是三个 这是不是也是燃身共佛的一部分 那另外呢 还有别的道场 我们法谷山受那个菩萨戒的时候 是没有燃笔 可是有的别的道场也是要燃笔的 那是不是就是从这个法华经出来的 阿弥陀佛 的确就是我们受比丘比丘尼戒 我们分为三坛大戒 就是他在正受时候分三个阶段 一段是先成就所谓的撒米撒米尼 第二段是成就比丘比丘尼戒 第三段就是菩萨戒 菩萨戒的时候 一般我们都在外面的道场受戒 那他会燃顶 那我的已经比较不那么明显了 通常都是至少三科 这个在师父以前曾经解释过 我就先用师父的这个讲法 师父曾经说过 其实这个只是一个象征 并不代表你燃了就一定怎么样 它只是一个象征 那所以他也像人家说菩萨戒人在燃笔 我也看过人家这边有好几个香巴 就是他受菩萨戒的时候会燃在这个手臂 那师父 所以我们在这边 法国山菩萨戒是不燃笔的 就是他觉得那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供养 真正的供养应该是出自你内心 你自己是不是真正的发起了这个所谓的菩提心 你要去行菩萨道 并不在于说你今天你烧了一个疤 就像你拿了一个证 就代表你有了 那个证书只是一个外在的象征 但是重点是你自己是不是发愿 那个心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燃顶的时候痛不痛 痛啊 我们自己燃过 我们知道 他是拿一个小香锥这样子三科 然后就燃 那个速度是不久 时间不会很长 但是烧到皮了 痛不痛 痛啊